本届大选不论是朝野政党的造势活动或者是旗海 相比之前的大选都少了很多 让选举的气氛显得相当冷清 在玻璃市马达亚裔周一席国阵候选人 西蒂·贝莱妮就挂上了一面长6米 宽4米 由25面国阵旗帜所组成的巨型国阵旗帜 试图吸引更多选民的注意 西蒂·贝莱妮在马达亚裔的肝榜 波格仙娜升起了巨型国阵旗帜之后就表示 这是当地乡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的一项创意 希望能够为国阵巴当勿杀国习和马达亚裔周一席的竞选活动 提升士气 西蒂·贝莱妮也透露 截至目前超过六成的当地选民都十分友善 他有信心他们将会在来临的星期六 把手中的一票投给他 让他成功守土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争 感谢观看